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必須要補一句話 補什麼咧 我剛剛看單身廣在那邊講 雷神執行長說 18年來未採購次真飛彈 其中部分零件已不再商購 真的 發抖啊 為什麼 台灣買的250枚 四年前買的 現在還沒到貨 還記得剛剛輝文哥講的 40國的將領都在一起 搞不好過兩天 又出現一張照片 哎呦 我們的某一位將領在裡面 我們的250枚 會不會又捐出去了 會不會 這個是我們要非常非常 擔心的一件事情 不要忘了 阿富汗 我們也有出錢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阿富汗當初美國貼的那張照片裡面 有中華民國的照片 有中華民國國企啊 為什麼有 因為我們出錢啊 對不對 所以不要認為現在烏克蘭跟我們沒關係 很快的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掏多少錢了 我們的外交部長還花錢去跟那個基輔市市長 那個連線 有國家跟基輔市市長連線嗎 沒有啊 大家都折輪司機嘛 你怎麼找不到折輪司機呢 另外啊 我從軍事的角度我必須這樣講 三月之前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俄羅斯把所有的飛彈都練過一遍 當然最近的那個沒有還沒練 可是你要說最新的馬上就可以試射 我也不相信 他都在射一些什麼 射一些之前就用過的 3M14的這種巡弋飛彈 他後來又射了那個錦音速飛彈 匕首 這一些通通都是可以攜帶核武的 等等 我一定要把這張照片拿出來 有很多人說莫斯科 他沒有攜帶核武的能力 來 我們來看 這個飛彈組織就講過了 莫斯科他帶的P1000的這一種 工船飛彈裡面 最下面這邊是可以攜帶核彈頭的 說沒試射過 錯 試射過 而且在哪試射的 在黑海試射的 哪一年試射的 2021年不久 2021年4月 去年這時候 就是莫斯科號試射的 所以我們要這樣講 現在他們對於使用核武的 這種說法 已經從當初3月底的克林姆林宮的發言人 一直講到外交部長 到現在 連普丁本人都說閃電回擊 我們不要小看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當俄羅斯 他這麼多年的軍事發展 他最強調的是什麼 核武 然後結果他現在把這麼多的傳統武器 不斷地用上 結果美國不斷地軍備 烏克蘭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 當他的武器一直都 送到前線 他連T-72這麼老的戰車 都在用的時候 都用完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要打什麼 哲倫斯基要想一想 但是他也沒有回頭路了 我剛剛講的就是 奧斯汀就是美國國防部長 講的那句話 大家都沒有回頭路了 為什麼沒有回頭路 因為哲倫斯基現在如果低頭 會要他命的人是誰 除了 不會是俄羅斯啦 英美之外 還有他自己的人民 我們這麼兩個月 挺來挺去 我們到底得到了什麼 回到家 那個根本就是斷臂殘垣 根本就是救不回來 這一個又打掉多少男人 有沒有人想過 這樣就是兩個世代 就沒有了 兩個世代都過著 沒有希望的日子 但是對於普丁來講 他要未來的人 他要未來的人 你真的覺得他不會 動用戰術核武嗎 而且現在大家已經都已經 從波羅的海三小國 已經搞到 連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國防部長 都去蹭哲倫斯基了 他對基輔要不要有一點想像 當初不打 摺倫斯基是因為要留他 免得到時候變成軍閥格局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軍閥的問題了 但是折倫斯基是個大問題 我跟你講 折倫斯基最大問題就是把美國炸乾了啦 吸乾了啦 吸乾了懂嗎 來 鳳哥 對 剛剛你講這個我是不太 我是保留態度啦 因為大家了解美國的軍火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產業 他一定跟你講光啦 然後呢 然後你美國國會再撥點錢來買吧 就跟那個買波音客機是一樣的 啊 這樣 我才不相信 一下就打完了 而且連美國都懷疑說 那我給烏克蘭的東西 你到底是拿去打 還是被俄羅斯炸毀了 還是你留到黑市了 你也不知道 對 之前有新聞說 所以應該學德國的術要裝GPS 那到底拿去哪裡 我們看這個自由時報的認知作戰 說侵略的大家 俄羅斯自揭自爆 GDP要少12% 完了這不得了 如果要少12%的話 那這個消息哪裡來 是路透社來的 路透社的消息哪裡來 是拿到了俄羅斯經濟部的官方文件 那實在太感人了 你是怎麼拿到俄羅斯經濟部 那個責任司機應該委託他 你去暗殺那幾個人好了 你能拿到俄羅斯經濟部的官方文件 你信嗎 我才不相信 你看今天第二條 都是自由時報今天的 打中臉充胖子習近平下令GDP成長要超越美國 消息哪裡來的 華爾街日報寫的 華爾街日報什麼呢 知情人士透露 哇習近平在內部開會講什麼你都知道 那我看可能中南海很快就倒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開會講什麼 你這個是新聞嗎 你的消息來源是誰 就沒有消息來源 知情人士透露 是誰 你沒講 哇路透社是獨家拿到的 俄羅斯經濟部的文件 你怎麼拿到 我怎麼都拿不到 不要 我覺得去寫這東西 其實在我的標準 我都認為這個不是新聞 這個作文比賽 這個水平跟周遇寇是差不多的 那剛剛這個 丹生王你提到這個天然氣我補出來 那烏克蘭的天然氣呢 烏克蘭天然氣跟誰買的 烏克蘭天然氣不是跟俄羅斯買的嗎 那運去那些 這些西洋國家的那管線 不是經過烏克蘭嗎 三條都經過烏克蘭 那烏克蘭哲倫斯基你讓讓什麼 所以丹生王你看這個普丁 因為它就有銀彈跟飛彈 我們先講銀彈 他說斷線你不用盧布布 我就不跟你天然氣的 他有沒有說到做到 有 你波蘭在跟五四戰 那我就斷了 波蘭我收到文件 那要斷了那就斷吧 他銀彈他說到做 那飛彈呢 他講什麼 你們如果參戰的話 你們如果給武器給烏克蘭 散電 我就打你 他銀彈說到做到 我不曉得他飛彈是不是也說到做到 但是容我插播一個新聞 這我之前 在丹生王的節目講過 但是我怕他忘了 好那我再講一遍 很快要講 我一定記得 來 聯合報1月11 在那個中二選區那個罷免案之後 聯合報寫一篇投書 政大的教授寫的 他裡面寫了這麼一段 2019 我記得 有沒有 想起來 他說2019年中天 那個文旦 麻豆文旦 200萬噸 他寫了一大串 其實我那時候就 又借用 單身廣的節目 曾經跟大家講說 這個政大教授他弄錯了 這是政大的 鄭志隆教授 他根本沒有看那天的節目 他寫的是錯的 我簡單的講 就是說一個參加王宥正 戶外開講call in的果農 農民 我們的農民朋友 他講錯了 他把200萬斤 講成200萬噸 他當場後來就發現 馬上就更正了 可是中天被罰100萬 中天最後關台 跟這個也是連帶因素之一 王宥正被罵 謝農介也被罵 其實講的人根本 那個果農姓陳 不是王宥正也不是謝農介 結果這一個這樣子寫的 鄭道教授 這位鄭教授 很抱歉 那今天升官 叫變華市董事長 天啊 宥正 公在黨國 你竟然怎樣 為什麼講這個呢 就是那個說導彈 已經打到台北港的華市 好像是 結束了嗎 結束了 結束了 謝謝 謝謝文哥 不是啦 但是我還坐在這裡 我的 我的人生的目標 是公事董事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沒有衝我康啊 你沒有衝 你沒有統中天啊 所以你只能坐在這裡啊 他寫的根本是錯的 就是你今天升官 當華市董事長 多栽培啦 我說你 你政大教授 政大傳播學院的教授 你寫中天的那個案子 那個是冤錯假案 是冤枉的啊 你也是受害者啊 我自己也是在大學教書的 我跟你講 我對於這個 因為我如果 因為我常常收聽 輝文的節目嘛 知道他也是學政大 他就是政大 當官的話 那以後還有誰會覺得 讀大學有用 沒關係 教授我告訴你 這只會證明一件事情 華市可能會錯更多喔 來就這樣嘛 我們繼續看 那個標題繼續錯 不是啊 董事長都專門寫這種錯的文章 那他就當董事長的媒體 那不是錯誤更多 那不然還怎麼樣 你還期待 怎麼樣 52台 就是連錯三次 我覺得真的陰謀太大了 我們以前在52台是最有影響力的新聞頻道 52頻道中天新聞 現在是最會出錯的新聞頻道 52頻道華市新聞 來我們來看 這個消息我知道今天 非常非常多的 中國大陸網友非常關注 那當然我看到 我也真的嚇一跳 在這個一帶一路釀孔公嗎 是因為一帶一路的關係嗎 在巴基斯坦的孔子學院造成 哎呦四死啊 不是本來說三死嗎 死掉了 死掉了 對對四個 三個中國人 還有一名巴基斯坦籍的司機遇難 然後都是這個孔子學院的工作人員 各位看看現場 是非常非常的 慘 真的是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現在抓到兇手了 根據這個監視器發現 就是一個炸彈客所策動的 當時有一個女性 發生了 策動了 執行了這場自殺的炸彈 炸彈攻擊 那 是誰 就是他 這個炸彈客呢 叫做巴勒姆蛇吧 姆石 那他是該組織守名女性的炸彈客 那這次行動象徵著這個必錄之 他是這個巴基斯坦一個省 很窮的一個省 他們反抗史的新篇章 而事實上呢 這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攻擊中國人 在2018年 在2019年 相關的恐怖分子 恐怖組織 都對中國人進行攻擊 那就很奇怪了 到底為什麼要攻擊中國人 我們來看喔 這個孔子學院其實呢 他是在這個 李克強時代 跟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 一起成立的 然後註冊的學生呢 達到七千多人 達到七千多人 所以這一次會選擇 這一個孔子學院來進行攻擊 我只能說 還好沒有造成更大的傷亡 那但事情發生之後呢 包含中國大陸 好強烈譴責 而且要欺拿兇手 予以嚴懲 那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也說了 中國人的血不能白流 一定要把幕後的黑手給抓出來 那巴基斯坦的總理也說 對於爆炸事件 有中國公民的傷亡表示 非常悲痛 到底這個恐攻為什麼會發生 奇怪 不是說 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很鐵嗎 兩邊有很多鐵路的合作 經濟的合作 甚至軍事上面的合作 關係應該不錯 那你是巴基斯坦裡面的一個省 甚至一帶一路 甚至包含這個中巴鐵路 其實都有經過這個省的 那你去攻擊人家幹什麼呢 所以你就覺得說奇怪 這個動機是不是不單純 因為他很窮 他非常非常的窮 那你窮到去把 要給你錢的國家的人 給弄死 那是對的嗎 是對的嗎 那於是就有個說法說 其實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這個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碧露支 碧露支 這個我們叫做恐怖組織 因為美國說他是恐怖組織 美國定義他是恐怖組織 可是 可是 當年 美國為了要對付塔利班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塔利班 巴基斯坦裡面有塔利班 所以美國去資助了這個恐怖組織 那我不曉得這個資助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曉得在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為了牽制塔利班 是否還有持續的資助這個組織 那我絕對不會說 是美國在幕後策劃這個恐怖行動 但如果美國有資助這個恐怖組織 那是不是有可能 美國就變成 好像連帶的有一些這個 間接的責任的這種感覺 那當然你要說美國策動 或是美國在幕後操牌 這個就太過陰謀論了 這太過陰謀論了 我們線上有我們的雷憲委員 哎呀委員好久不見 你好 謝謝您在這麼晚的時間 加入我們 那當然我想 謝謝雷申廣您好 各位委員好 委員好 委員跟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希望委員還是有空 可以來我們現場做做 那當然時間晚了 這個也不能耽誤您的行程 那就請您很快的 針對我們剛剛前面討論的 包含俄物戰爭 包含精英制裁 甚至是這一場發生在巴基斯坦 讓大家非常震驚的恐怖攻擊 來發表一些意見 我就先就是 藉這個新的題目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前面幾位評論員 所講的話 我都非常的敬佩 而且覺得大家的說法 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 關於秘錄之省 它其實跟烏克蘭沒有差別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美國所主導的這種 以民族國家為核心 重新劃定各個國家 江界所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因為秘錄之省 是在當時印巴 他這個印度跟巴基斯坦 在分治的時候 就曾經討論過這個非常龐大的 這個秘錄之省 他無論是在種族地理跟文化上面 還有宗教上面都跟印度跟巴基斯坦不同 所以當時他們本來就希望有一個獨立運動 一直努力了非常多年 那事實上一直到了1973 76年 巴基斯坦才真正的經過一場大戰 把秘錄之省納入它的版圖之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1947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包括波蘭他在整個重分烏克蘭的領土的時候 波蘭也被橫移了 往左邊移了200公里 然後進入了東德的領地 就是大家在主導化界的時候 其實留下了非常多的民族問題 那秘錄之省的問題呢 剛才單身廣講的很清楚 陸陸續續有兩個大國曾經介入 第一個是我們知道俄國 他在進攻阿富汗的時候 為了讓他的後院比較安全 KGB曾經去扶植過他們中間一部分的領袖 那第二次呢就是在2001年開始 美國開始進行所謂的反恐的這些作戰的時候 也直接進入CIA去為了獲得塔利班 還有基地組織的這些消息和內部的情報 同時能夠協助他們在阿富汗的作戰 也就直接的進入 並且扶植了這個秘錄之省的獨立分子 並且在2016年前後成立了新的這個 叫做解放軍 秘錄之解放軍BLA 那他跟以前我們看到 無論是在北爾蘭 在這個中東啊 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這個中間有俄國的介入 有美國的介入 可是這跟你們剛剛講的題目很一致的地方 是這兩個國家都是用軍事方式的去介入 並且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軍事利益 或者是他自己的國家戰略利益 最後一個介入的呢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之後 跟巴基斯坦之所以是巴鐵 除了有長期的關係以外 是因為他們計劃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到瓜達爾港的這一條通路 這條通路包括了鐵路的連接 以及瓜達爾港的建築 瓜達爾港就在秘錄之省 那如果你是過去被無論是俄國 或者是美國扶植的這些當地的 部落球長型的領袖來說 當有一個新的經濟力量進來 包括一個新的鐵路 一個新的海港 並且因為有鐵路跟海港的關係呢 當地整個的經濟活動 社會活動通通會改變 會衝擊到你現在有的影響力 或者是掌控力的時候 那麼當然這個新進來的勢力 對你就是一種威脅 因此剛才登志廣講過幾個 對於中國的攻擊呢 大部分都是跟這個新的建設有關的 那我簡單的說啊 這個新的建設 如果光講鐵路的話 中國大陸的貢獻就是 450億美元左右 總投資額加上那個 其他的相關的加起來呢 有1000億 並且呢這1000億中間 無論是股或者是債 絕大多數都是由中國大陸所提出來 而巴基斯坦出的錢是非常非常的少 他們是等於是用自己的這個國家的實力 成為其中的一個partner 加入了這個鐵路到瓜達爾港港的整個建設 這裡面剛才你講了幾個啊 就是除了2006年就有第一次 對於中國大陸工程師的攻擊以外呢 這個BLA針對中國還有三次比較大的 一個18年去攻擊在科拉斯的領事館 19年攻擊瓜達爾港的中國投資的酒店 2021年的時候就去年我們談了很多 就是那一次在去上工的這些工程師的車隊被自殺攻擊 那麼這一次我覺得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以前的針對性就是工程建設的相關沿線政府單位 這一次呢是對孔子學院 我覺得更是需要譴責的 因為孔子學院本來就是一個文化的代表 而且如果你去看很多巴基斯坦的媒體 他就會告訴你說很多巴基斯坦人他們認為 因為有了中文的能力 可以增加他們的經濟可能性 他們的社會可能性 那麼這些呢都是在這一次的孔子學院裡面 被攻擊的對象這些教師被攻擊 他們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的融合 或者是文化的交流被攻擊 因此我覺得很快很快就是在當天 兩國的政府就分別做了不同的宣誓 這個宣誓的主要內容就是 會共同去嚴懲棄凶很快的去追 也就是很快的追到了你剛才在大陸 他們是翻譯叫做沙利秘露之 這一位人很快的逮捕了他的先生 那也知道說他自己本身不但是一個 有非常高的教育水準 並且他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你就想到說極端主義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因為極端主義可以讓你為了你的這一種理想 去無視別人的性命 我覺得他不只是說你要為了你的理想去犧牲 而是你犧牲的對象是別人的性命 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 那麼兩個國家都立刻宣佈說會全力的去棄凶 很全力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並且不會影響兩國的邦誼 所以我要接著這個輝文剛講的這個自由時報 時常下的標題是非常可怕 而且驚悚的 那這邊兩個國家都講了不會影響邦誼了 自由時報一定不會這樣講 他會說這八鐵不鐵啊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台灣在閱讀的時候 我真的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多看一下其他國家的報導 否則的話你會被你可能被選擇性的看到的那個媒體去誤導 這也是剛才怨老師在講的一個題目 我就順便提了 那麼從這裡讓我回頭去講 我剛才聽到你們講很多我自己有很多感觸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表面上好像俄國說斷了兩國氣 可是為什麼他後來俄國斷了兩國氣 他會有現在這個結果呢 你看波蘭45%的天然氣依賴俄國 保加利亞73%的天然氣依賴俄國 他們說說斷就斷 OK 俄國是因為跟你有合約嘛 給你有了合約所以你要付錢 現在他只能收盧布 而且他開了最近在俄國通過了很多法律 他在俄國的那個Gasprong銀行裡頭 你可以同時開一個外幣跟盧布的賬戶 所以你去付外幣還是可以 你就在那個銀行裡面直接轉賬 你就可以完成交易 所以這麼簡單的事情 如果你還不願意的話 那麼保加利亞跟波蘭就變成不付錢的那一方 對嗎 如果你是不付錢的那一方 當然我就不供應你你天然氣了 所以你不能夠完全用說 你這個有沒有道德這種事情來討論這事情 普丁他在發動這個戰爭之前 可能對於戰場有一些判斷 我們目前覺得他不是那麼正確 可是他在金融跟經濟上面的準備是完整的 所以當美國用SWIFT去打他的時候 他馬上三招去防禦了盧布 那麼同時呢當他告訴大家 你可以用盧布來付天然氣的時候 他還說了 將來只要一旦解除制裁 我可以讓你轉回你原來的貨幣 譬如說你要轉到歐元 同時他還保證了 用1克黃金5000盧布的價錢讓你轉換 對不對 他用這件事情就防禦了盧布 當時的盧布一路拉到了133到150對1美元 他一下把他拉回了80 而且我今天又再看了一遍 因為美國在運作美元的升值 因為美元的環流回去呢 會讓美元升值 最近到了美元指數到101103的這個程度 可是你看當兩邊都用黃金平準來算的時候 盧布也就跟著升值了 今天你看到的盧布是升值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在普京的算盤裡面 他不是那麼愚笨的一個領袖 不是我們想像的 甚至由外國把他描繪的 一個瘋狂的愚笨的不可信任的領袖 因為這一類的輿論戰有意義 剛才那個岳老師也講了 這個輿論戰的意義就是說 當時我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個很可能發生的理由 就是有一個瘋狂 一個狂人領袖 他做出了不可預期的事 所以美國一邊說呢 這個他可能是用核生化武器的危險領袖 同時他也說 他可能是一個狂人領袖 這一系列的唯獨普京的作為 在我們現在看來 他應該還是有圖為自己 謝謝委員 太感謝您這個最後非常非常精彩的這個結尾 感謝委員 希望你下次有機會加入我們 謝謝大家 委員晚安 拜拜 接下來科普一下喔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